大家好,欢迎收听苏贝朗读 今天来读玉达夫的散文 清烟,节选 寂静的,夏夜的空气里,闲坐着的我 脑中不知有多少愁思,在这里汹涌 看看这桶绿水似的,由蓝沙罩里透出来的电灯光 听听窗外,从静安寺路上传过来的,铜卷了似的汽车鸣声 我觉得自家又回到了青年忧郁病时代去的样子 我的比女人还不值钱的眼泪 又映在我的夹上了 抬头起来 我便能见得那催人老去的日历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但是,我的事业 我的境遇 我的将来 啊啊 吃尽了千辛万苦 自家以为 已有些物事被我把握住了 但是放开紧紧捏住的拳头来一看 我手里 只有一溜青烟 世俗所说的成功 与我原始浮云 无聊的时候 无聊的时候 偶尔写下来的几篇概念式的小说 随则受人攻击 我心里倒也没有什么难过 物质上的困魄 只叫我自家能咬紧牙齿忍耐一下 也没有些微关系 但是 自从我出生之后 直到如今二十余年的中间 我自家拨的种 栽的花 哪里有一枝是鲜艳的 哪里一枝曾经接过果来 啊 若说人的生活 可以涂抹了改做的时候 我的第二次的生涯 绝不愿意 把它弄得 同过去的二十年间的生活一样的 我从小若学做木匠 到今日 至少也已有一两间房屋造成了 无聊的时候 跑到这所我所手造的房屋边上去看看 我的寄疗一定能够减轻 我从小若学做裁缝 不消说 现在定能把青螺绣段剪开来 缝成好好的山子了 无聊的时候 把我自家裁剪 自家缝纫的先立的山裙 打开来一看 我的郁闷 也定能消杀下去 但是 无一意之常的我 从前还自家 骗自家 老把古今文人 所做成的杰作 拿出来自卫 现在梦醒之后 看了这些名家的作品 只是愧难 所以 木下连隐阵 也不能指我的渴了 叫我 还有什么法子 来填补 这胸中的空虚呢 有几个 在有钱的人意下 寄生着的新闻记者说 你们的忧郁 全是做作 全是无病身淫 是丑态 我只求 能够真正的 如他们所说 使我的忧郁 是假作的 那么 就是被他们骂得 再厉害一点 或者 竟把我所有的 几本旧书 和几块 不知从何处来的 每日买面包的钱 给了他们 也是愿意的 有几个 为前面那样的 新闻记者 做奴仆的人说 你们在发牢骚 你们因为 没有人来使用你们 在发牢骚 我只求 我所发的是牢骚 那么 我就是连现在 正打算点火烯的 这只Flock 给了他们都可以 因为发牢骚的人 总有一点自负 但是 现在觉得 自家的精神肉体 萎靡的 同风的影子 一样的我 还有一点什么 可以自负呢 有几个 比较了解 我性格的朋友说 你们所感得的 是Tosca 是现在中国 人人都敢得的 但是 但是 我若有这样的 Midman 我早成了 Sagster了 我的弟兄说 哎 可怜的你 正生在这个时候 正生在中国 闹得这样的时候 难怪你每天 你每天只是 郁郁的 跑上北 又弄不好 跑上南 又弄不好 你的忧郁是应该的 你早生十年也好 持生十年也好 我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无论在什么时候 就假使我正抱了一个肥白的裸体妇女 在憨隐的时候吧 听到这一句话 就会痛哭起来 但是 你若再问一声 你的忧郁的根源 是在此了吗 我定要张大了泪眼 对你摇起摇头说 不是 不是 国家忘了 有什么 亡国诗人 Sengvitz 不是轰轰烈烈的 做了仪式人吗 流域在租界上的 我的同胞 不是各个都很安闲的吗 国家忘了有什么 外国人来管理我们 不是更好吗 路界难的 王师北定中原日 夹祭无望 告乃翁的两句好诗 不是因国王了 才做得出来的吗 少年的血气 甘伪无疑的 目下的我 哪里还有 同从前那么的爱国热忱 我已经不是 休克里斯特了 窗外 汽车声音 渐渐的稀少下去了 苍茫六合的中间 我只听见我的笔尖 在纸上滑字的声音 探头到窗外去一看 我只看见一弯有黑的下夜天空 淡映着几颗残星 我割下笔 在我这桶火柴箱一样的房间里走了几步 只觉得一味凄凉寂寞的感觉 浸透了我的全身 我也不知道这忧郁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虽是刚过了端午节 但像这样暑热的深夜里睡也睡不着的 我还是把电灯灭黑了 看窗外的景色吧 窗外的空间 只有错落的屋脊和尖顶 受了几处瓦斯灯的远光 角色电影的楼台 把他们的轮廓画在微盲的业气里 四处都寂静了 我却听见微风吹动窗叶的声音 好像是大自然 在那里悠悠叹气的样子 远处又有汽车的喇叭声响了 这大约是西洋资本家的男女 从银勒的裸体跳舞场回家去的凯歌吧 啊啊 年纪要轻 容颜要美 更要有钱 我从窗口回到了座位里 把电灯粘开 对镜子看了几分钟 觉得这轻瘦的容貌 终究不是食肉之相 在这样无可奈何的时候 还是吸吸烟 倒可以把自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我擦了一只火柴 把一只佛洛克点上了 深深地吸了一口 我仁父把这口烟 完全吐上了电灯的绿沙罩子 绿沙罩的周围 同夏天的深山雨后似的 起了一层淡紫的云雾 呆呆的 对这层云雾凝视着 我的身子 好像是缩小了 头成在这淡紫的云雾中间 这层清淡的云雾 一飘一扬地荡了开去 我的身体 便化而为二 一个缩小的身子 在这一层雾里飘荡 一个圆身 仍坐在电灯的绿光下 远远地 守望着 那清烟里的 我 好 刚才我们读了 玉达夫的散文 清烟节选 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